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街五四王一博不但解锁葫芦娃的精髓 还顺带占了导演便宜 说到最近的热综艺 那无非就是这 就是街五四了 作为国内热度最高的街五综艺 这一季不但继续保持高收视 高口碑 而且还迎来了不同寻常的一季 由于这一季迎来了诸多国外街五大神的做客 节目组也将赛制规则发生了改变 不但每个环节都发生了全新的改变 就连邀请的国内选手都是前几季的热门舞者 毕竟这一季不单单只是一场比赛 更重要的是中外街五文化的交流 作为东道主的我们怎么可能怠慢他们 本以为这一季的街五氛围会变得格外激烈 可网季的紧迫感在这一季反而没有那么突出 特别是在新一期的节目中 迎来了这 就是街五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期 战队秀不再是激烈的竞争 反而设计成为一个战队联谊赛 让所有人的身陷在这欢乐的氛围当中 其实对于这次的战队联谊赛 大家都期待很久了 因为这次不但是队长和舞者们一次很好的联动 而且还是那种非常有创意并且无压力的展示 所以每位队长都脑洞大开 展现出自己平时不同的一面 让这次联谊会惊喜不断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王一博组的葫芦娃 从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全场氛围都被带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舞者的服装造型也非常应景 还表演起每个葫芦娃的招式与特点 更重要的是还解锁了锤子舞 直接运用到葫芦娃当中 不得不说王一博组的脑洞实在是大 然而这次年纪最小的王一博还扮演起大家的爷爷 不但表情非常丰富 整个人更是放飞自我 可以看出他很享受这个舞台 更重要的是中段还有个彩蛋 那就是两位国外大神尼尔森和布布这次担任妖怪角色 并且还一把将王一博给扛走了 不得不说原版剧情一点也不落下 把葫芦娃的精髓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之后顺带还占了一下导演的便宜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被抓走的那一刻 所有的成员起哄一起喊王一博爷爷 爷爷 这一刻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也让之后的导演不经意间喊了一句 谁曾想到王一博还真的特意的应了一生 就这样意外占了导演一个便宜 可以说这胆子也太大了 不过这次联谊赛王一博是真的开心 期待他之后更多精彩的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